票房相当的亮眼 除了球员们的表现之外 啦啦队也是功不可没 进公司 Mia就向陀螺转个不停 两点到好不好 你这边帮我签 安排活动朝模特儿通告 才24岁已经是经纪公司股东 模特儿的部分都是属我负责 那我都要把他们前面后面都要顾好 就是工作狂 工作狂形成满档 不过今年她还多了新身份 一路直奔球场 原来她们都是 蓝名狗桃园队的元气女郎 你们这样子做不够名 所以你们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是这样子吧 扭腰 摆臀 还不时泡个媚眼 众训市里 Lumming Girls练舞练的琴 但一旁球员 眼神似乎不自主跟着移动 可能是我们这一队的球员 有沟通一下 有沟通一下什么 跟对方的球员沟通过才会 大家会跑来看 对 你自己会不会偷迷 其实不会 真的 真的啦 只能说啦啦队魅力果然难敌 你现在完全没有看过棒球的剧球 完全看不懂棒球的剧球 完全看不懂 从不懂棒球变死终球迷 如果没有主场表演 大家还会用手机实况转播 就没有办法看电视 然后我们有些人在家里面 就会说现在急比起了 现在谁在积累积累 给我痛快痛快 就是会实况整部 然后我们会再加我们的加油歌 300多人征选出来 表现不好 随时可能下放二军 当然舞练好之外 还得注意 不能变胖 就要保持身材就可以了 对 我前两个礼拜就是吃比较好 然后马上就球场完之后 就有球迷 就是私底下的命 我说 莉莉最近吃比较好 瘦单身 不会抽烟 不会喝酒 活泼健康阳光 安全库小可爱防止走光 练习完再检查一回 准备上场 摇滚曲前满满满 这效益连球团也承认 当初始料未及 今年是比去年成长大概百分之五十 我们目前的话是满到八月底 那九月的位置已经开始在动了 那这个现象其实在过去我们的经营来说的话 是几乎是没有发生过的 那很明显的是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他不是带着球员的加油的口号 他有的是就是带girls的这样子 从C到F的摇滚区一千四百多个位置 到九月前都是一票难求 几乎是票房保证 你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没有在看球 就他的手机或是眼神或眼光 就是随着你在移动 很喜欢看LAMIGO 不只LAMIGO啦 一大七六也不错 我喜欢看像样女孩 像样女孩 原来最翁之翼不在球 而是在啦啦队的正妹身上 球队表现之外美女效果加成 LAMIGO和吸睛女孩起步早 目前主场平均单场票房 竟然比两支元老队伍还要来得高 不过兄弟的像样女孩 和统一的UNIGIRLS也各有拥护着 上面啦啦队跳 下面球员跟着跳 当选MVP还不能幸免 现在就会开始紧张 到底自己会不会跳舞 就没有试过 然后就很怕MVP那天跳不好 会被笑还是什么 这个会不会还蛮不想当选MVP的 有的时候会这样子笑 球赛本身当然要好看 另外晶莹年轻快 啦啦队炒热气氛 老球迷回笼新球迷加入 职棒二十四年 果然不一样的新气象